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胰岛素 一提到胰岛素 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糖尿病 但是我频道不是医疗频道 我想看视频的你 也是健身或者运动的爱好者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糖尿病的问题 那么我们谈胰岛素 会根据运动营养有关的问题展开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胰岛素其实是一种超强的合成激素 它的合成作用甚至超过生长激素 它对你的训练和体型影响重大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胰岛素是如何提升你的训练效果的 作为超强合成激素 胰岛素促进糖分 蛋白质和脂肪的合成 首先我们来看看糖分方面 在以前搞同的话题中 我提到过 一种激素想要发挥其作用 必须与其受体结合 那么胰岛素的主要作用是降低血糖 通过肌肉细胞和脂肪细胞中的 葡萄糖转运蛋白 增加细胞对葡萄糖的吸收能力 这就是胰岛素可以降低血糖的原因 降低血糖对于身体 或者说运动人群有什么好处呢 在运动过程中 肌肉细胞消耗能量 鸡糖作为能量的主要来源之一 胰岛素有助于肌肉细胞对葡萄糖的吸取 从而促进肌糖的合成 胰岛素让血糖中的一部分糖分 进入到肌肉中 刺激了肌肉中的糖原合成酶的核性 形成了肌糖的储存 肌糖的储存决定了肌肉中能量储备多少 也决定了训练后肌肉的恢复和生长的能力 如果训练后肌糖没有完全恢复 可能导致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第一肌肉能量供应不足 运动后肌肉需要能量来修复受损的组织和促进生长 肌糖储备不足可能导致能量供应不足 从而影响肌肉恢复和生长的速度 第二肌肉疲劳 肌糖储备不足会导致运动能力下降 增加疲劳感 就可能会影响随后的训练质量和肌肉适应 第三肌肉中的蛋白质被分解 当肌糖补充不足时 身体可能会分解肌肉中的蛋白质来补充能量 就对肌肉生长产生不利影响 在肌糖那期视频中我讲过 如果肌糖不足 肌肉的收缩力量和速度会下降 训练后肌肉的恢复和生长也会变慢 所以胰岛素对肌肉的促进作用重大 同时在运动中 肝糖源也是维持血糖稳定的重要能量来源 胰岛素有助于调节肝脏中的葡萄糖的合成和释放 确保身体的运动中获得足够的能量 而且胰岛素为了稳定血糖水平 它会抑制肝脏的糖一升过程 在生酮饮食那期视频中我讲过糖一升 这是肝脏分解氨基酸乳酸甘油醇提供能量的过程 那么只要发生了糖一升 氨基酸就会下降 蛋白质的合成也就下降了 也就是胰岛素可以抑制肝脏分解氨基酸 节省氨基酸的消耗 当然胰岛素还会降低肝脏再次将葡萄糖重新释放到血液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胰岛素对蛋白质的合成和促进作用 对于胰岛素大家的认识层面一般局限于糖分方面 其实胰岛素对于蛋白质也有两个重要的作用 第一就是合成蛋白质 第二防止蛋白质的分解 胰岛素与身体细胞上的特殊受体结合 从而激活一些信号通路 这些信号通路在蛋白质的合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当胰岛素水平上升时 这些信号通路被激活 激活以后的影响就是进一步激活 其他与蛋白质合成有关的分子 这就会增加细胞内胺基酸的聚集 同时这些信号通路还抑制与蛋白质分解相关的通路 因此胰岛素的分泌可以增加胺基酸的数量 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并减缓蛋白质的分解 这有助于运动后肌肉的恢复和生长 对维持整体蛋白质的平衡有重要作用 当然前面我讲了一堆胰岛素的好处 现在我们也来看看它给我们添堵的方面 那就是关系到脂肪的问题 胰岛素会促进脂肪合成 同时还抑制脂肪分解 首先胰岛素与其受体结合 会增加葡萄糖进入细胞的速度 葡萄糖在细胞内会转化为饼酮酸 用于合成脂肪酸 然后胰岛素继续促进脂肪酸与甘油结合 形成甘油三脂 它还会激活脂肪酸合成为 加速而高效的合成甘油三脂 这就给脂肪堆积创造了便利条件 同时胰岛素抑制脂肪细胞中脂肪酸的分解 从而减少脂肪酸在肝脏中生成葡萄糖的概念 这样做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持血糖平衡 所以胰岛素做了一堆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 它不仅是蛋白质肝糖和鸡糖的好朋友 它也是脂肪的好朋友 所以我称它为超级合成激素 因此对胰岛素的看法应该保持中立 在我个人的观点中 胰岛素对于运动健身的人而言 积极的作用大于消极的作用 尤其在增济阶段 作为超强合成激素 胰岛素是最容易找到 也是最便宜的 只要你吃了太水滑物 正常情况下就会分泌胰岛素 需要注意的是 过度摄取糖分可能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敏感度的下降 增加患上胰岛素抵抗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因此保持运动习惯和适量的糖分摄入是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胰岛素是一种超强合成激素 胰岛素通过降低血糖的功能 可以增加蛋白质 鸡糖 肝糖 以及脂肪的合成 并防止这些物质分解 因此利用好胰岛素 对于每一个想要获得健康 以及体型的人都很重要 不要片面的对待胰岛素 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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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